连你也不是对手 乌党文言 不由皱了皱眉头 问道 不是 鹰沟鼻摇了摇头 说道 那名高手实力太强 我要是对上他 我被他击杀的概率 达到九成 听到鹰沟鼻这话 乌党眉头更是大皱 尖挖寨的实力可不弱 寨主腾开 更是一名实力强悍的高手 上百名尖挖寨的高手 一起出动 即使他解决起来 都会有点麻烦 但腾开等人 居然被打得落荒而逃 并且还杀掉了 包括三寨主在内的 三十多名好手 这名横空杀出来的高手 实力可当真不弱 不过 既然对方能够让尖挖寨 如此众多的人逃脱 实力再强 也强的有限 若是他出手的话 除了腾开有逃脱的可能之外 其他人至少也会被他 诛杀九成以上 算不会出现 如此众多的盗匪 逃脱的情况 腾开所说的那名高手 实力可能比腾开强不少 但是却绝对比他要弱得多 只可惜 此事他不方便出手 只能仰仗腾开的尖挖寨来干这笔买卖 腾寨主 看来你们只剩下在南川河的最后一次出手机会了 错过了这次机会 你们就很难再得手了 乌党看着阴沟笔说道 若是腾寨主得手 乌某不求别的 只要其中的一颗丹药 穆家商队中其他所有的暴污 全部归 兼挖寨所有 并且 乌某也不会白要那颗丹药 定会给腾寨主送上重献 好说 这次若飞那突然横空杀出来的高手 我们今晚的行动就已经成功了 若是下次在南川河 我们能够成功得手 一颗区区的丹药 腾某自会拱手送上 腾开 拱了拱手说道 作为奸挖寨的一伙山匪 他们本就以大家结社 抢掠商旅为生 这一次 乌党给他们提供了相应的情报 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一笔大买卖的机会 那吴某就等腾寨主的好消息了 乌党笑着说道 说着 他身形一闪 瞬间消失在原地 鹰沟鼻腾开见到这一幕 心中不有一阵沉默 这乌党 真的是只有大通玄境后期的修为吗 树林中 楚江秋盘坐在地上 默默地运转 混沌天地诀 恢复着身上的伤势 吞天虎恢复成一只大白猫大小 趴在楚江秋的身边 默默地守护着 小青鸟则是蹲在吞天虎的脑袋上 正在打着瞌睡 半个时辰后 楚江秋身上的伤势 已经完全愈合 楚江秋睁开眼睛 正想要起身 布置下隐匿大阵 召唤出混沌至尊塔的时候 此时 他忽然心中一动 朝着南边的天空中 望了过去 只见 在南边远处的天空中 一艘巨大的云舟 正在朝着这边 迅速地飞行着 楚江秋运转 动幽之眼望去 见到 这艘云舟上 有着不少的舞者 这些舞者的数量 大概在百人左右 大部分的舞者 都是半步大通玄境的修为 有五六名舞者 是大通玄境初期的修为 其中 修为最高的是一名 头发花白的老者 这名头发花白的老者 也是这艘云舟上 唯一一名 大通玄境中期的舞者 不过 这艘云舟上 为首的 却并非是 修为最高的 这名头发花白的老者 而是一名滋容极美的 绝色女子 这女子身穿一袭翠绿衣衫 气质并不像一般的 女子的柔美 反而瞧着有几分 精明干脸的样子 眉宇间 有着一股英气 这女子的修为 只有大通玄境初期的境界 但那名大通玄境 中期的老者 神策间 却是对这绿山女子 获为尊敬 在这绿山女子的身边 还有着 一名看起来 只有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这小姑娘 长得粉雕玉琢 和那绿山女子 相貌之间 有着几分相似 看起来 似乎是一对姐妹 这小姑娘 看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只有天尊敬 初切的修为 若是这小姑娘 真实年龄 真的只有十三四岁的话 这代表着 这小姑娘的舞蹈天赋 是非常惊人的 毕竟 十三四岁的年纪 就修炼到天尊敬 初切的境界 这舞蹈天赋 即使放在整个天舞大陆 都是绝无仅有的 不过 楚剑秋通过动幽之眼 看出 这小姑娘的神魂气息 却并非真的 只有十三四岁 从她的神魂气息来看 这小姑娘至少都已经将近百岁年纪了 只不过是有可能 她早期修炼速度太快 使得她的肉身早早就被真元 淬炼固化 让她的肉身生长缓慢 甚至停止生长 所以外表才一直停留在十三四岁左右而已 就像楚清秋 如今真实年龄 早就已经三十多岁了 但她的外表看起来 却一直都是七八岁的小女孩模样 不过 由于肉身一直保持着七八岁的模样 这使得楚清秋的心性 也一直停留在七八岁的年龄 虽然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的心智不断成熟 但心性却是一直保持不变 其实这也并非只是楚清秋如此 只是那些早期修炼速度太快 使得身子停止生长 保持童子之身的 很多天赋结束的五道天才的通病 那小姑娘虽然真实年龄 并非外表看起来的十三四岁 但是 以将近百年的时间 就修炼着天尊镜初期 这份五道天赋 也已经是十分害人的了 随着那艘云舟 渐渐使劲 云舟上的人 也发现了下面树林中的楚剑秋 王叔 这附近是怎么回事 怎么好像爆发过一场大战一样 云舟上 那名姿荣极美的绿山女子 看了看云舟四周的环境 心中有些惊疑的 向那名头发花白的老者问道 的确是爆发了一场大战 而且战斗双方的实力还不弱 至少也是大通玄境中切的实力 那头发花白的老者 大亮了四周一眼 沉生说道 而且 这场大战爆发的时间并不长 距离现在 应该还不超过一个时辰 之前 楚剑秋和刀疤脸那些盗匪爆发战斗时 虽然是在高空中 但是战斗的余波太过剧烈了 还是对下方的山水 造成了不小的波及 一个大通玄境中切的舞者而已 小姐和昂老 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呢 此时 一名脸皮白净的青年 笑着说道 莫说是大通玄境中切的舞者了 即使是大通玄境后期的强者 遇到我们沐家的商队 不也还得绕路而行 穆离 休得胡说 听到那脸皮白净的青年这话 那绿山女子顿时喝道 穆离这话 要是传出去 被哪位大通玄境后期的强者听到了 他们将会有大麻烦 他们沐家 虽然也不惧大通玄境后期的强者 但他们这支商队 可没有对抗 大通玄境后期强者的实力 那头发花白的老者 贴了一眼 那叫做穆离的白净青年 淡淡地说道 出门在外 还是小心为上 可别因为一时大意 而阴沟里翻了船 唐叔 下面好像有人 不如我们过去问问 究竟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绿山女子看了一眼云洲下面的树林 说道 楚剑秋在树林中养伤 并没有刻意隐秘行踪 加上 树林被他和刀疤脸那场大战的波及 毁坏了不少 绿山女子在仔细探查之下 还是能够发现他的身形的 一个区区天尊镜后期的蝼蚁而已 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净青年穆离 看了下方一眼 眼中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神色 说道 估计他也就是在大战结束之后 刚好路过 否则 就他这点微末实力 大通玄境中期强者之间的战斗 稍微搏击他一下 他都在灰飞烟灭 绿山女子看了他一眼 没有理他 身形一闪 便飘出了云洲 朝着下方飞去 姐姐 我也去 他旁边 那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健壮 顿时叫道 说着 他也身形一闪 飘出了云洲 跟随在绿山女子的身边 朝着楚剑秋飞去 那头发花白的老者健壮 心中 威仪沉吟 也跟着飞了过去 目离看了他们一眼 又看了看四周大战的痕迹 安周眉头不由轻轻皱了皱 怎么回事 没有见到人影 不会是真出了什么意外了吧 这位小哥 有理了 绿山女子飞到楚剑秋的面前 将楚剑秋拱手行了一理 说道 姑娘 有事 楚剑秋站起身来 拱手回了一理 微微一笑 问道 小哥可知 这里之前 究竟发生了何事 绿山女子问道 你是问之前那场大战的事情 楚剑秋笑着问道 不错 小哥可知 刚才发生了何事 绿山女子闻言 也忙说道 看来 这位青山少年 还真的知晓 刚才的内幕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 楚剑秋笑着说道 刚才有一群盗匪埋伏在这里 也不知道是想要浮积水 我恰好路过这处树林 本来想进入树林中歇息一下 谁知道这些盗匪不知好歹 居然敢对我动手 说不得 我也只好麻烦一下 把他们给解决了 只不过可惜的是 没有全部解决掉他们 还是让他们跑掉了一些 楚剑秋没有隐瞒 如实说道 只不过 他这番大实话 听在绿山女子 和头发花白老者的耳中 却完全就不一样了 刚才那场大战 分明至少也是 大通玄境中期强者之间 爆发的战斗 这个只有区区天尊境 后期的蝼蚁 居然敢说自己击退了 已经可能拥有 大通玄境中期强者的盗匪 吹牛 也不是这样吹的 小哥即使不愿意说 也就罢了 何必戏耍我们呢 绿山女子脸色发黑 很是不悦地说道 吹这样的大牛皮 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楚剑秋听到这话 顿时不由觉的好生冤枉 他可是实话实说的 怎么就成了戏耍他了 真是的 怎么说实话就这么难呢 好吧 我刚才见到一名 倒鼓先锋的老神仙 大战神威 剑出如虹 把一群盗匪杀得鸡匪狗跳 四散而逃 楚剑秋有些无奈地说道 既然对方不愿意听实话 那就只能编一些讲话来哄他了 听到楚剑秋这话 绿山女子脸色这才好看不少 那分雕玉琢的小姑娘 听到楚剑秋这话 顿时不由 不吃一笑 他看着楚剑秋笑语盈盈地说道 哼 大哥哥可真有趣啊 这小姑娘声音之中还带着一丝稚嫩的藤衣 看来他和楚清秋一样 由于身体停止了生长 性子估计也和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无异 楚剑秋看了他一眼 心中暗自说道 小姑娘 你这一生大哥哥可未必就叫得准了 你的真实年龄可比我要大呢 楚剑秋修行至今都还未满一甲子 论起真实年龄 即使在玄剑宗除了入化 唐宁新 南门飞霜 楚清秋 寥寥几人之外 他的年龄几乎都是最小的 绿山女子听到楚剑秋这话 不由和那头发花白老者对视了一眼 心中暗暗惊矣 难道这青山少年说的是真的 之前真有盗匪在这片树林中埋伏 小伙子 下次即使想吸引姑娘的注意力 最好也要编一些像样的谎言 像你刚才那样的大话 一听就知道假的 所取得的效果就要适得其反了 头发花白的老者 伸手拍了拍楚剑秋的肩膀 说道 楚剑秋文言 心中不由一阵无语 我说的大实话 怎么就成了故意编造 吸引姑娘注意力的谎言了 大哥哥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那粉装玉拙的小姑娘 扎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看着楚剑秋 好奇地问道 楚剑秋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显然也是在赶路 啊 我要往北走呢 楚剑秋指了指北方 说道 哦 大哥哥既然也要往北边去 不如和我们一起吧 也好有个照应 小姑娘文言 论师出言 邀请道 她见到楚剑秋一个人 形单影只 感觉怪可怜的 而且楚剑秋实力还低 只有区区天尊敬后期的修为 这要是遇到简禁的道匪 那可不太妙 楚剑秋听到这话 也看出了这小姑娘的一片好心 顿时对这小姑娘 不由狠事 有几分好感 这小姑娘心地道好 楚剑秋本无意去插手着 绿山女子和那群道匪之间的事情 但是听到小姑娘这话 心中顿时就决定帮他们一把 心存善念者应得好报 在这座云州出现的时候 楚剑秋就已经猜测到 之前那群道匪埋伏在这片树林中 只有八九 就是为了针对这支商队 道匪基本上都不是好东西 但商队也未必都是好人 所以 对于这些与己无关的恩恩怨怨 楚剑秋是不大愿意插手的 但现在看来 这支商队的人心地也还算不错 至少算不得什么恶人 既然如此 能帮他们一把 就尽量帮他们一把 小姑娘心地道好 就不怕你愿意 别人也不愿意啊 楚剑秋看着那小姑娘 笑着说道 大哥哥放心好了 我姐姐心地也很好的 小姑娘声音脆生生地说道 说着她转头看着绿山女子 说道 姐姐 我们就带着这位大哥哥一起吧 绿山女子本来对眼前这油嘴滑舌的青山少年 并没有什么好感 这小子刚一见面 就在她的面前 胡吹大气 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人 但既然妹妹这般说了 她也不忍服逆了妹妹的心意 对于这位妹妹 她平时可是宠溺的紧 对她提出的要求 她一般都不会拒绝 这青山少年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一个区区天尊敬后妻的舞者 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 载她一程也不算什么 好吧 既然我妹妹出生 那你就和我们一起同行吧 不过小子 和我们同行 你得老实一些 可别动那些歪念头 否则 我可饶不了你 绿山女子看着楚剑秋说道 楚剑秋听到这话 心中不由有些无语 这就由小哥变成小子了 这世道说实话居然也会得罪人 姑娘放心 在下一向都是安分守己的人 绝对不会胡来 楚剑秋笑着说道 这最好 绿衣女子瞥了她一眼 轻哼了一声 说道 走吧 说着她身形一闪 朝着上方的云舟飞去 吞天虎 青儿 走了 楚剑秋朝着 蹲在她脚下的吞天虎 和小青鸟 挥了挥手 说道 听到楚剑秋这话 那小姑娘这才注意到 在楚剑秋的脚下 趴着一只可爱无比的 大白猫 哇 大哥哥 你这只大白猫 好可爱呀 能不能给我抱抱 小姑娘看着吞天虎 眼里满是小星星 可以 你想抱就抱吧 楚剑秋笑着说道 对于这个心地善良的小姑娘 她是很有好感的 吞天虎听到楚剑秋这话 心中不由一阵哀号 老大 你又把案给卖了 他实在不愿意和这些黄毛丫头打交道 他堂堂的虎爷 被一个小丫头骗子 碰在手里捏来捏去 这样他虎爷的威风何在 只是 既然老大都发话了 他心中即使再不情愿 也只能由着那小姑娘抱在怀中了 吞天虎被那小姑娘抱在怀里 一脸的生无可恋 还好这不是在玄剑宗 否则 被玄剑宗那些家伙见到了 岂不是 要大杀虎爷的威风 吞天虎被那小姑娘抱了起来 小青鸟也没有再蹲在 她的脑袋上 而是一翅膀再次飞到了 楚剑丘的肩膀上 哎 大哥哥 你的鸟也很好看耶 小姑娘见到小青鸟 顿时也是一脸欢喜地说道 前面正在飞行的绿山女子 听到小姑娘这话 身形顿时不由一致 她心中瞬间勃然大怒 这流氓这是在对自己妹妹干什么 她猛然转过头去 怒气冲冲地正想对楚剑丘 惊尸问罪的时候 却见到身后 楚剑丘衣衫整齐 并没有对她妹妹做出什么不妥的举动 而她妹妹却是正盯着站在楚剑丘肩膀上的一只小青鸟 一脸的惊奇和欢喜 绿山女子见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已降 继而一片蕴红涌上了脸颊 在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她自然知道自己刚才误会楚剑丘了 绿山女子心中不由有几分欲猛和气恼 自己这妹妹怎么也不把话说清楚一点 差点害得自己出了一个大仇 还好自己刚才的那一声怒喝并没有出口 否则自己真是无法见人了 这一切都是那混蛋给害的 绿山女子没有去埋怨自己妹妹 而是把所有的账都算在楚剑丘头上 绿山女子重重哼了一声 对小姑娘说道 小语 赶紧跟上来 别在那里磨蹭了 哦 我知道了 姐姐 小姑娘连忙应了一声 她抱着吞天虎 对楚剑丘说道 大哥哥 姐姐要生气了 我们赶紧跟上去 楚剑丘看了那绿山女子的背影一眼 心中不由有几分莫名其妙 这女人有病吧 这无缘无故的 又是搞哪样 她自然听得出来 刚才那绿山女子 那一声蕴含怒气的哼声 是针对她而发的 要不是看在这心地善良的小姑娘的份上 她还真的懒得理她了 嗯 那我们走吧 楚剑丘点了点头 说道 两人跟在绿山女子的身后 朝着天空中的云舟飞了过去 大哥哥 你叫什么名字呀 小姑娘仰头 看着楚剑丘问道 我叫楚剑丘 小姑娘 你呢 楚剑丘 微笑着说道 我叫沐寒宇 我姐姐叫沐寒云 小姑娘甜甜一笑 脆生生地说道 那是我们昂叔 叫沐昂 是我们沐家的供奉长老 小姑娘指着那头发花白的老者 说道 绿山女子沐寒云 在前面听到这话 心中不由有几分气呢 这小丫头 一句话把他们的底细 全都抖出来了 其实她是不大愿意 让楚剑丘知道自己的名字的 这小子油嘴滑舌的 不像什么好人 而且双方萍水相逢 相伴一路 也许很快就分开了 也没必要知道对方的名字 但考虑到 楚剑丘一个区区天尊敬后期的舞者 他知不知道 好像也没什么所谓 沐寒云也就忍了下来 没有去阻止自己妹妹和楚剑丘 说那些话 大哥哥 你叫我小雨就行了 小姑娘沐寒云 眨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说道 小雨 你们这是去哪里啊 楚剑丘微笑着问道 闲来无事 既然小姑娘喜欢和她谈话 那就和小姑娘闲谈一番好了 她这一番北上历练 本来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 整个中州的情况 虽然 天凤公主给了她那张中州地图 但是地图归地图 总比不上实地了解详细 而且那张地图对于很多市里的描述 只有寥寥几句话 并没有介绍得很详尽 在得到天凤公主那张地图之后 楚剑丘这才知道 整个中州究竟有多大 他原本以为 像高河王朝这种江域达到方圆五百多亿里的王朝 地盘已经很大了 但在见到那张中州地图之后 楚剑丘才知道 自己是何等的无知 莫说是高河王朝了 即便是江域达到了百万亿里之巨的羽明王朝 在整个中州大地上也不过是沧海一宿而已 以羽明王朝江域达到百万亿里之广 占据整个中州大地的江域都还不到万分之一 整个中州大地的江域简直近乎广袤无边 即使是非生境强者想要横渡整个中州大地 都要耗费漫长的时间 在得到了天凤公主的那张地图之后 楚剑丘也知道了 中州大陆上的各大宗门势力是何等的众多 以多如牛毛来形容都半点不为过 楚剑丘以前以为 道盟主要是由七大王朝和五大宗门组成 在七大王朝之上应该就是五大宗门了 但在得到了天凤公那张中州地图之后 楚剑丘才知道 自己以前的认识究竟是何等的浅薄 简直就是井底之蛙一般 他以前之所以只知道七大王朝 那是因为他是从丰元学宫的藏经阁中 所了解到的知识 以丰元学宫的眼界 也就只知道七大王朝和五大宗门而已 而并非整个中州 真的就以七大王朝和五大宗门为主 五大宗门的确是道盟重要的组成部分不错 但是七大王朝却就有点名不副实了 七大王朝除了排名第一的羽明王朝 和排名第二的黑印王朝之外 其他五大王朝包括炎炎王朝在内 其实在中州各大势力之中都是不值一提 因为七大王朝之中也只有黑印王朝和羽明王朝 才有非生境强者存在 其他五大王朝都没有非生境强者坐镇 在中州大陆上像五大宗门这样的庞大势力的确寥寥无几 但是比七大王朝的其余五大王朝强大的宗门势力却是太多太多了 甚至还有好一些势力都能够和羽明王朝相比 大哥哥我们这是回家呀 慕寒宇说道 你家在哪里 楚贱秋问道 我家在青安城 在往北三千亿里左右 就是我家所在的地方了 慕寒宇说道 青安城 楚贱秋听到这话 眼中露出了几分若有所思的神色 从地图上来看 这一带最大的一个势力好像就是青安城了 是啊 青安城 我们慕家 在青安城 可是时代家族之一呢 慕寒宇有些自豪地说道 这么说 小宇姑娘还是大家闺秀呢 楚贱秋笑着说道 那是 慕寒宇有些傲娇 又有些可爱的 挑了挑精致的小下巴 娇哼了一声 说道 大小姐 你们带着这楼椅上来干事 正在楚贱秋和慕寒宇说话间 此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了过来 楚贱秋抬头朝那道声音望去 却见 一名面皮白净 眼神有些阴沉的青年 正在有些不善地盯着他 这位小哥 也是往北而行的 我们顺路带他一程 绿山女子慕寒云淡淡地说道 这种不相干的人 大小姐怎么能随便带他上船 万一是哪里混过来的奸细 那岂不是要坏我们的大事 白净青年神色不悦地说道 行了 穆里 不必再说了 只是顺路带他一程而已 哪里来那么多奸细啊 穆罕云摆了白手 说道 这小子只是一个区区天尊敬后期的舞者而已 即使真是奸细 又能够翻得起什么大浪 他要是敢搞什么幺蛾子 自己随手都能够拍死他 哪一个势力会这么蠢 派这么弱的人过来当奸细 穆里一听到穆罕云这话 脸色不由有几分难堪 他转头看着楚剑秋 脸色阴沉地说道 小子 你最好自己乖乖滚下去 否则 可别逼我亲自动手 把你扔下云中 他见到楚剑秋和穆家姐妹 那副亲密的模样 他心中就感觉很不舒服 还没等楚剑秋说话 穆罕云便已经挡在了楚剑秋的面前 仰着小脸 看着穆罹说道 穆罹 不许你欺负我大哥哥 他对穆罹一向都很不喜欢 这人目中无人不说 心肠还很不好 他记得穆家之中 一位婢女因为不小心冲撞了他 便被穆罹给生生打死了 而且这家伙还虚伪得很 经常表面一套 背地里一套 二小姐 你可别被人给欺骗了 这小子指不定是其他势力派来的奸戏 若是因此害了我们所有人 二小姐可担待得起 穆罹盯着穆罕云 脸色有些阴沉地说道 恐怕你是心里有鬼 所以看任何一个人都像是奸戏吧 指不定这里最有可能是奸戏的 反而可能是你自己呢 楚剑秋看着他 淡然一笑道 小畜生你说什么 穆罹听到楚剑秋这话 瞬间勃然大怒 他忽然出手 一拳朝楚剑秋轰了过去 只不过还没等他这一拳 落在楚剑秋的身上 忽然绿影轻动 一道身影 骤然挡在了楚剑秋的面前 一掌挥出 挡住了穆罹的这一拳 穆罹够了 穆罹云挡下了穆罹的这一拳 一声娇斥道 大乔姐 你为了一个外人 对我出手 穆罹监监着穆罹云 面容一阵扭曲 有些猙獰地说道 穆罹 只不过是带一个陌生人一场而已 你何必如此小题大做 穆罹云秀眉清楚 有些不悦地说道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不由再次看了穆罹一眼 眼中善过几分若有所思的神色 她刚才只不过随口一说而已 这穆罹居然反应这么大 这恰恰表明 这穆罹有问题 带截和那伙盗匪 在这片树林之中 埋伏的时机 若是这支商队内部 没有人做内应的话 这些盗匪 可难以如此准确地 把握这支商队的行驶的准确路线 以及精准位置 贼喊捉贼 这家伙估计是因为没有等到预料中的事情出现 所以借机来掩饰自己心中的焦躁和心虚而已 好 很好 小子 你给我等着 务力没有向穆罕云发作 反而狠狠地瞪了楚剑秋一眼 目光中满是威胁的杀机 啊 我等着呢 楚剑秋文言点了点头 微微一笑 说道 一个区区大通玄境初期的舞者 可这儿吓唬谁呢 穆罕云见到这一幕 眉头不由再次皱了皱 他对楚剑秋顿时更加不满了 这小子实力低微不说 还总喜欢吹牛皮 他难道不知道 穆罕完全可以轻易把它给捏死吗 面对一个大通玄境初期的强者 他这个区区天尊敬后期的蝼蚁 不好好装怂 居然还敢主动撩搏穆罕 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还是说 这小子自视有着自己作为靠山 所以才行事如此肆无忌惮 想到这里 穆罕云对楚剑秋的性子 顿时更加不喜了 也就是小妹要带他一程 否则 他是不愿意和这种不知天高地厚 还有嘴滑舌 滑而不识的家伙 打求道 小子 你给我老实一点待着吧 别给我捣乱 穆罕云盯着楚剑秋 警告了他一句 楚剑秋听到这话 只是笑了笑 根本不以为意 他登上这艘云舟 根本也不是冲着穆罕云的 而是因为穆罕云 这小姑娘的善意邀请 对于这个心地善良的小姑娘 他可不想看着她落入那些 穷凶极恶的盗匪手中 穆罕云见到 楚剑秋一副丝毫不把他的话 放在心上的态度 心中顿时不由更加气恼 他只想早早达到目的地 然后让这些家伙尽快滚蛋 也好眼不见为敬 由于楚剑秋的羞伪一低 加上和穆罹之间的冲突 因此在整艘云舟上 都很不受待见 云舟上的其他舞者 对楚剑秋或轻蔑不懈 或充满了敌意 反正除了穆罕云 这个小姑娘之外 就没有任何一人 对他的态度好的 即使是穆罕云 对他同样也是一副 冷面孔的样子 穆罕云倒并非是因为 楚剑秋的羞伪低而看不起他 而是因为他感觉这小子 油嘴滑舌 喜欢吹牛皮 对楚剑秋的第一印象就很不好 只有穆罕云这个小姑娘 对楚剑秋的态度 一直都很热情 楚剑秋盘坐在云州的一个角落里 穆罕云也抱着吞天虎 陪着他坐在云州的甲板上 和楚剑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大哥哥 你是哪里来的呀 穆罕云眨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看着楚剑秋满脸好奇地问道 啊 我家在南州 楚剑秋也没有隐瞒 如实说道 南州 穆罕云听到这话 顿时大时意外 南州听说离这里很远耶 大哥哥 从南州来到这里 岂不是走了很多年啊 穆罕云有些吃惊地说道 他实在没有想到 楚剑秋居然来自南州 南州 距离青安城这一带 至少有七八万亿里的路程 离楚剑秋一名小小的天尊敬后期舞者 要赶这么远的路程 即使是日夜兼程 也至少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 才能来到这里 而且关键是 楚剑秋一个小小的天尊敬后期舞者 横穿如此遥远的路途 居然还能够安全到达这里 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很吃惊的事情 一般的天尊敬舞者 是不会敢如此遥远的路途的 因为意外太多了 舞者的活动范围和舞者本身的实力密切相关 实力不够 就到处乱跑 这是非常容易出事的 尤其是跑到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陌生之地 穆罕云和楚剑秋的对话 传入穆罕云和那头发花白老者穆昂的耳朵里 他们心中都是不有一阵意外 想不到 这小子居然来自遥远的南州 此时他们忍不住都看了楚剑秋一眼 也不算走了很久吧 我从南州出发到现在 也就大概三个月时间 楚剑秋如实说道 听到楚剑秋这话 穆罕云再也忍不住了 这小子一时不吹牛皮会死啊 三个月时间从南州赶到这里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是什么半步飞升镜的决定强者呢 而且即使是半步飞升镜的决定强者 三个月时间也未必能够干如此遥远的路程 毕竟就算是半步飞升镜的强者 也不可能日夜不停地全速赶路 半途没有半点休息 他感觉这小子简直是疯了 吹牛皮也不是这么吹的 除非这小子有什么妄想症不成 想到这里 他向穆罕云叫道 小语 过来姐姐这里 他不向穆罕云继续听楚剑秋吹牛了 以免带坏了自己这个天真的妹妹 哦 穆罕云听到姐姐的叫唤 顿时应了一声 有些不情不愿地朝穆罕云那边走去 虽然他很想和楚剑秋继续聊天 但是也不想违逆姐姐的意愿 此时穆罕云来到楚剑秋的身边 伸手拍了拍楚剑秋的肩膀 笑着说道 伙子 以后就算是吹牛也得贴点地气 你这牛皮都吹上天了 没有人会相信呢 前辈 我没吹牛 我说的都是实话 楚剑秋有些无语地说道 他怎么就吹牛了 他说的每一句都是大实话好不好 这事的 怎么说实话就没人信呢 穆罕云听到楚剑秋这话 不又有些无语了 这小子真是磨正了 这小子 不会自己吹的牛 连他自己都信了吧 看这小子 这么一副无辜的样子 还真有可能 他连自己都相信 自己所吹的牛 一个人吹牛吹到自己都信的这个地步 也真是无敌了 好吧 你说的都是实话 慕王拍了拍楚剑秋的肩膀 有些无奈地说道 说着他便走开了 没有再理会楚剑秋 一个天尊敬后期的小家伙而已 根本不值得他去太过关注 也就是看在二小姐的份上 他才对楚剑秋多关注几分 否则 若是换作一般的天尊敬舞者 他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毕竟 双方的差距太大了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物 若是楚剑秋态度谦虚一点 他或许还有兴趣 随手指点一两下他的武学 只是这小子不是好歹 喜欢胡吹牛皮 他也就懒得再去理他 见到这一幕 楚剑秋笑了笑 也没有太过在意 他盘坐在云州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闭目仰神 默默地休息着 没有人来打扰他的清静 他也落得清闲 正好可以休息休息 恢复恢复精神 没多久 楚剑秋便真整睡着了 有小青鸟和吞天虎在身边 他根本就不用担心 自身的安全问题 况且 这艘云州上的人 也就沐昂 稍微对他有一点威胁而已 至于其他人 就算他站着让他们攻击 他们都伤不了自己半分 沐昂和沐寒云 见到楚剑秋居然真的睡着了 心中顿时更加无语了 这小子真是没救了 喜欢吹牛皮不说 居然还这么懒 在这闲暇时间 他不抓紧时间修炼 居然在一旁睡觉 而且警惕性居然还这么低 要知道 他刚才可是和沐犁 这个大通玄境初切的强者 刚刚结下梁子的 而现在就这么放心地 坐在一旁呼呼大睡 这么奇葩的家伙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沐寒云又瞥了一眼 趴在妹妹怀中的那只大白猫 此时那只大白猫 也是微眯着眼 正在呼呼大睡着 见到这一幕 沐寒云心中更是彻底无语了 主人如此 这只灵虫居然也如此 这还真是物似主人形 有什么样的主人 就有什么样的灵虫 云州在天空中 静静地飞行着 这次云州的速度 虽然不算快 但也不算慢 一天时间 能飞行个200亿里左右 这样的速度 与吞天虎飞行的速度相比 自然远远不如 但是也比一般的大通玄境 初切的舞者的飞行速度 要快得多了 云州在飞行了三天后 来到了一条巨大无比的大河面前 还没有靠近这条大河的时候 远远就能够听到 动静极大的滔声阵阵 等到真正来到这条大河的面前 就更能感受到 这条大河的声势之害人了 大河上空 刚风呼啸 河面之上更是灼浪滔天 波涛汹涌 一个又一个浪头在天空中拍挤着 气势磅礴到了极点 这一条大河 就是在整个中州南部 都鼎鼎有名的河流 南川河 楚剑秋来到船头上 看着眼前气势磅礴的南川河 心中也不由一阵暗暗吃惊 这南川河的名头 果然名不虚传 简直是风格中州南部的 一条天谦 光是南川河上空那肆虐的刚风 就可以轻易撕裂大通玄境之下的舞者 距离河面越高的地方 刚风也越是猛烈 所以 大通玄境之下的舞者 根本就不敢飞越南川河 而必须乘坐渡船过河 即使是大通玄境的舞者 那些实力较弱的 同样也不敢轻易飞越南川河上空 敢直接从南川河上空飞越而过的 至少也得是大通玄境后期以上的舞者 才敢这样做 这条南川河 据说长度绵延数千万亿里 一直从中州贯穿到东州 横贯无数地域 最终在东州进入东海 根本就没有绕路的可能 南川河的河面 最窄处都宽达十亿里 一些比较宽的地方 甚至达到百亿里 楚剑丘站在云州的船头上 看着面前这条 灼浪滔天的大河 只见到水茫茫一片 根本就看不到尽头 看着眼前这条 犹如天险般的大河 楚剑丘心中不有一阵感慨 若是派遣大军 恶守住这条河道 那么整个南川河以南之地 基本上可以说是 近落掌控之中了 云州来到南川河面前的时候 穆罕云下令操控云州的舞者 把云州从天空中降落 然后再贴着水面 进入了南川河 在河面上行驶着 这一艘云州 只是速度稍快的飞行法宝而已 而非那些防御力坚固的战船 以这艘云州的坚固程度 根本就不敢从南川河上空 飞越南川河 否则就会被南川河上空 肆虐的刚风给撕成碎片 云州在波浪滔天的河面上 缓慢地行驶着 南川河河面水流湍起 波涛惊人 穆罕云根本就不敢让云州 行驶太快 否则 一个不小心被波浪掀翻 他们全都在葬身河底 大通玄境之下的舞者 一旦在南川河中落水 存活的可能性极小 因为南川河的水势太猛烈了 大通玄境之下的舞者 极难与这样的水势向抗衡 每一次横渡南川河 他们都得小心翼翼 不敢有半点疏忽 以云州目前的速度 要想渡过南川河 至少也得花费十天的时间 在云州驶住南川河一天时间后 忽然间在云州的前方 出现了一条大船 此时那条大船正在朝着他们这边 迅速驶了过来 在那条大船出现的第一时间 楚剑丘运转动幽之眼 望了过去 这南川河河面 刚风静急 若是神念散发出去 很容易被刚风撕碎 从而使得自己的神念受创 但是动幽之眼的探测 却就没有这些隐患了 在动幽之眼的观测下 只见那艘大船中 有着数十名凶悍无比的大汉 为首之人 正是之前在那片树林之中 埋伏的鹰沟鼻 楚剑丘在看清楚了 那艘大船上的情况之后 心中会有冷笑一声 果然 之前那伙盗匪 一切就是冲着这艘云州上的人来的 阿小姐 不对劲 对方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牧王看着那艘迅速朝着这边 冲过来的大船 脸色凝重地说道 嗯 恐怕来者不善 穆罕亨云看着那艘冲过来的大船 秀眉清促 沉声说道 韩云姑娘 这伙盗匪就是之前在那片树林中 埋伏的那群盗匪 想不到他们之前被我打跑了 今天还敢来 不过 韩云姑娘放心 有我在 这群杂碎翻不了天的 楚剑秋转头对穆罕云说道 听到楚剑秋这话 穆罕云感觉 自己简直快疯了 这家伙 一天不吹牛 能死吗 你给我闭嘴 穆罕云 瞪着楚剑秋 愤怒无比地咆哮道 随着那艘大船的迅速靠近 他已经能够感觉到 对面那艘大船中 至少有两名大通玄境中期强者 现在他们所面对的情况 危及到了极点 在这种情况下 这家伙 居然还在这里添乱 小语 你随我来 穆罕云 转头对一旁的穆罕云说道 姐姐 穆罕云此时 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他此时心中既紧张 有担忧 养着小脸 忐忑地叫了一声 小语 听话 你在这里 只会让姐姐分心 穆罕云伸手 摸了摸穆罕云的小脑袋 柔声说道 穆罕云听到这话 有些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他也知道 自己的实力微薄 在这里只会给姐姐拖后腿 穆罕云带着妹妹走了两步 又回过头来 看着楚剑秋说道 小子 你也跟我一起来 韩云姑娘 你真的不用管我 我要是跟你进去了 你们才会有大麻烦呢 我在这里 保证那些盗匪一见到我的面 立即落花而逃 楚剑秋摆了白手 说道 穆罕云见他到了此时 都还在呈嘴上的威风 心中恼怒到了极点 他不由分说 一把抓住了楚剑秋的肩膀 把他拖着 一起往船舱走去 他虽然对这个油嘴滑舌的家伙 讨厌到了极点 但却也不想看着他被殃及 毕竟 楚剑秋是因为受了自己妹妹的邀请 才上了他们的云州的 他总不能看着楚剑秋因此而丧生 喂 韩云姑娘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的话呢 楚剑秋被他拖着 心中无奈到了极点 穆罕云拖着他 带着穆罕云 来到了云州最里面的一个船舱中 还派了好几名半步大通玄境的舞者 看守住他们 你们几个 一定要保护好他们 穆罕云 叮嘱了那几名半步大通玄境的舞者一句 便急匆匆的离开了 楚剑秋正想跟着离开的时候 却被一名佩剑男子给拦了下来 小子 给我老实点 再乱动 信不信我一剑劈了你 我可不像大小姐那么好说话 你这小子一看就不是好人 说不定真是被穆罹说对了 你就是那盗匪事先安插过来的眼线 那佩剑汉子拔出了长剑 应着楚剑秋沉声说道 他早就看着小子不顺眼了 油嘴滑舌 胡吹大气 还把二小姐给哄得团团转 他最看不惯的人 就是这种没本事 还喜欢装逼的人 好好 我不插手 既然你们非要自找苦吃 我也没办法了 楚剑秋摆了摆手 左星也退回了船舱中 懒得再去理会 若是他再硬咬出去的话 估计都还没有被那些盗匪吓走 就先和穆家这些舞者起冲突了 既然这些家伙一个个都不相信他 而且还怀疑他和那些盗匪是一伙的 那他还有什么办法 不过还好 他最想保护的人穆罕宇 此时还在他身边 这就足够了 他之所以上这艘云舟 本来就是因为 不想看着这心地善良的小姑娘 落入那些盗匪的手中 只要穆罕宇没事 其他人如何 他还真不大关心 当然 如果可以顺手救下他们的话 楚剑秋是不介意出手的 但既然对方都不相信他 还怀疑他是奸细 那他还有什么办法 小子 你再在老子面前装逼 信不信老子一店劈了你 那配件男子 见楚剑秋直到现在 居然还不忘占口头上的便宜 心中顿时不有一阵大火 他举起手中长剑 指着楚剑秋 怒声喝道 木七 你不要欺负大哥哥 穆罕宇见到这一幕 顿时有些不满的 看了一眼那配件汉子 说道 二小姐 这小子不是好人 你可别被这小子的 花言巧语给骗了 配件男子 木七哼了一声 说道 大哥哥不是坏人 你可别乱说 木韩宇多了多小嘴 为楚剑秋辩护道 哼 二小姐 你就看吧 这小子迟早会露出狐狸尾巴的 木七又是哼了一声 说道 说吧 他退到了船舱门口 守着 不再说话 他感觉这位二小姐 简直是鬼迷心窍了 为这小子的花言巧语 给哄得团团乱转 大哥哥 不好意思 木韩宇看着楚剑秋 脸上满是歉意地说道 没事 楚剑秋闻言 微微一笑道 船头上 随着那艘大船 朝着这边冲过来 距离越来越近 木韩宇也看清楚了 对面大船的情况 对面的大船上 少说也有七八十名大汉 为首的那名鹰沟鼻和扫帚梅 都是大通玄境中气的强者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半部大通玄境的舞者 而大通玄境初气的舞者数量却是比较少 只有区区三四名 木韩宇见到这一幕 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还好 双方的实力还不是太悬殊 对面木家的人听着 乖乖把所有的宝物双手奉上 那也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否则 今天这南川河 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扫帚梅大声喝道 这种喝化的活 以前都是刀疤脸老三干的 但是老三已经被那小子干掉了 这活自然也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他向来都知道 这种活老大是不大愿意干的 你们是尖挖寨的盗匪 木王看了一眼鹰沟鼻和扫帚梅 沉声问道 尖挖寨的盗匪在清安城一带 恶名昭著 杀人越祸 无恶不作 对于这伙盗匪 他也早有耳闻 确实没有想到 今天居然让他们给遇上了 不错 正是大爷们 扫帚梅喝道 我们木家和剑马寨 向来井水不放河水 各位可否高抬贵手 放我们过去 我们木家可以送上一份薄礼 全当给各位好汉的辛苦费 木王向对面大船拱了拱手 说道 在这风高浪急的南川河上 他为是不愿意和这帮穷凶极恶的盗匪起冲突 若是能够破财消灾的话 那自然是最好的 木王此时心中 其实有几分暗自疑惑 这些盗匪究竟是如何确定 他们的行踪的 如果之前楚剑秋所说的话属实 这群盗匪 之前在那片树林中 就已经在准备埋伏他们了 这么看来 这群盗匪每次如此准确地 确定他们的位置和行踪 这件事情就绝对不是巧合了 难道他们的队伍中真的有奸细 而且他们木家作为清安城十大家族之一 也不是好惹的 监挖寨的盗匪虽然穷凶极恶 但是也很少会惹到 他们清安城十大家族的头上 除非有巨大的利益刻图 否则这群盗匪 一般不会招惹这种级别的势力 如果监挖寨的盗匪行事 真的如此没有眼力劲的话 估计早就被剿灭了 不可能会一直横行至今 而恰好 这次木家的商队前往南边 的确是去做一单大生意 商队中所拥有的宝物 已经足以让这些盗匪 冒着得罪木家的风险行动了 但这次 他们前往南边做的这单生意 却是木家的绝密 即使是在商队之中 知晓其秘密的人也只是少数 监挖寨的盗匪 又是怎么知晓消息的 一个个的遗团浮上了木昂的心头 薄礼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薄礼 是多薄的礼 听到木昂这话 鹰沟鼻腾开 看了木昂一眼 淡然说道 若是寨主可以高抬贵手 放我们一马 我们可以封上五百万八品零食 给监麻宅的好汉做辛苦费 穆昂说道 黄叔 听到穆昂这话 穆罕云脸色不由一变 五百万八品零食 这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他们木家商队 往南边辛辛苦苦跑一趟 都未必每一次能够赚得到五百万八品零食 木昂伸手虚暗了一下 阻止了穆罕云继续说下去 五百万八品零食虽然不少 但是如果能够让尖挖债的这些盗匪离开的话 这也算是破财消灾了 毕竟双方冲突一起 就未必是五百万八品零食 所能够解决的了 穆罕云见状 心中虽有不愤 但是却还是没有继续出声 这一支木家商队 虽然名义上是以他为寿 但在大事上 他还是需要听从穆昂的吩咐的 这是出门之前 他父亲特意叮嘱他的事情 五百万八品零食 你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 腾开冷笑了一声 说道 想要我们离开 至少也得一亿八品零食 一亿八品零食 穆昂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就变了 他盯着腾开说道 腾寨主 这是在开玩笑吗 一亿八品零食 即使他们整个木家 所有的家底加起来 都不一定能够凑出 一亿八品零食 腾开这完全就是 狮子大开口 谁他妈的跟你开玩笑了 腾开盯着穆昂 冷声说道 你觉得老子带领一票兄弟 在这南传河上玩命 就是为了跟你开一个玩笑 看来腾寨主 这是不想善了了 穆昂盯着腾开 脸色冷了下来 别他妈的废话 要么拿出一亿八品零食 要么就把所有的宝物交出来 否则 就别怪老子手中的刀子 不认人 腾开瞪了穆昂一眼 冷声喝道 既然如此 那就看看腾寨主 有没有这样的本事了 穆昂此时 也是毫不示弱 冷冷地说道 他们这次所做的这单生意 所涉及的财富极其庞大 若是把所有的宝物交出去 这将会让整个木家 都元气大伤 况且 这次的宝物之中 还有一件 极其要紧的事物 这可是涉及到家主 能否更进一步的关键宝物 无论如何 他都不可能会把商队中 所有的宝物都交出去 他之前 本来还本着破财消灾 稀释宁人的想法 在这南川河的河面上 能不动手 就尽量不动手 但腾开 实在是欺人太甚 根本就不想着善了 既然事情已经逼到了这个份上 即使他不想动手 也不行了 老东西 既然你们如此不是好歹 那就休怪爷爷不讲情面了 腾开盯着木昂 冷冷地说道 兄弟们 上 把他们都杀了 木家双叔 可是清安城出了名的鸡皮妹人 若是能够把他们给生擒了 我给兄弟们尝尝先 腾开对着手下的那些大汉 大喝道 听到腾开这话 这些盗匪瞬间沸腾了 清安城木家姐妹 在清安城一带 可是远近闻名的角色美人 若是能够尝到这样的角色美人的滋味 让他们死了都甘心 一时间 几乎所有的盗匪都红了眼 一个个嗷嗷叫的朝着对面云舟杀了过去 杀 杀杀 木家姐妹这种仙子般的人物 老子可还从来没尝过呢 今天有艳福了 听到这些盗匪口中的乌颜晦语 穆罕云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他恨不得把这些罪该万死的盗匪 全都给随时万断了 大家做好迎敌的准备 穆罕云大喝道 说着他操控云舟的防御大阵 瞬间激发了云舟的防御光照 把整艘云舟都笼罩在内 轰轰轰 在腾开的率领下 一众盗匪对穆家的云舟发起了猛烈无比的攻击 一道道恐怖无比的攻击 在南川河的河面上爆发开来 狂暴无比的能量余波扩散开来 把四周的河面更是激起了万丈波涛 穆家的云舟终究不是战争类的战船 防御力并不强 在剑挖斋一众盗匪狂暴无比的攻击下 云舟的防御光照连一柱箱时间都支撑不到 便直接轰然一声破碎了开来 杀 杀 在云舟的防御光照被攻破后 腾开一马当先 率先朝着穆家的云舟 飞了过去 而在他的身后 扫帚梅等一众剑挖斋的盗匪 也纷纷跟上 杀上了穆家的云舟 穆家的武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 在穆昂和穆寒云的带领下 纷纷和一众盗匪 激烈地厮杀了起来 穆昂和穆里两人 一起对付实力最为强大的腾开 而穆寒云 却是以一己之力 独自抗衡大通玄境 中期修为的扫帚梅 穆寒云虽然是大通玄境初期的武者 但是他的实力却极其强悍 即使和大通玄境中期的扫帚梅相比 也弱不了太多 和扫帚梅的一番战斗 他虽然处于下风 但扫帚梅想要战胜他 显然也并非一件异事 而腾开这边 却同样也占不了太大的便宜 腾开的实力虽强 但是穆昂却也不是雍首 两人都是大通玄境中期的武者 腾开想要击败穆昂 本就不太义 况且在旁边还有一个穆梨相助 在穆昂和穆梨联手之下 反而隐隐压制了腾开一筹 其他地方的战抗 对于尖蛙寨的盗费来说 同样也不容乐观 尖蛙寨在大通玄境初期这一级别的 武者的数量实在太少了 甚至比穆家商队这一边 都还要少一两名 这导致战斗一开始 尖蛙寨盗费这边 非但占不到丝毫的便宜 反而被穆家商队的武者压制 见到这一幕 腾开心中不有一阵焦躁 穆家商队的实力 有点超出他的预料了 他没有想到穆罕云的实力 居然这么强 以大通玄境初期的修为 居然能够和大通玄境 中期的扫帚梅相抗衡 腾开心中不有一阵暗恨不已 都怪之前树林中 所遇到的那小畜生 要不是那小畜生 把尖蛙寨的精锐 击杀了大半 他今天的行动 也不至于如此艰难 要是老三和那三十名 尖蛙寨的精锐还在的话 穆家商队 哪里抵挡得了 他们尖蛙寨的功绩 穆昂和穆罕云 见到战斗进入了 相胶着的状态 心中不由 暗暗松了口气 看来 这尖蛙寨的实力 并不如传闻中 那么强大吗 在双方接战之前 他们其实心中 还是很紧张的 毕竟尖蛙寨 威名赫赫 他们并没有把握 能够抵挡得住 尖蛙寨的攻击 但现在看来 这所谓的尖蛙寨 也不过如此 船舱中 穆罕宇抱着吞天虎 感受着外面船来的 剧烈战斗 他那粉雕玉琢的小脸上 满是担忧和忐忑 大哥哥 我怕 穆罕宇仰着小脸 看着楚剑秋 脸色微微发白 小语 别怕 有大哥哥在身边 没人可以伤害得了你 楚剑秋摸了摸 他的小脑袋 安慰道 况且 这些盗匪虽然凶悍 却也不见得 就能够拿下你们穆家商队 现在 你们穆家的商队 还占据了上风呢 楚剑秋虽然身在船舱之中 但对外面的情况 却是了解得一清二楚 这群盗匪 之前在那片树林中 被他击杀了大量的精锐 大通玄境初期的舞者 损失了大半 凭这些盗匪 现在的实力 将要拿下穆家商队 并非一事 他看了一眼 外面的情况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穆家商队 自己就能够解决掉 这些盗匪 都用不着 自己出手了 但楚剑秋估摸着 穆家商队 要想不出现意外 好像也有点难 正当楚剑秋 这般想着的时候 船舱外面 此时忽然变故陡生 原本和穆昂 一起联手 对付腾开的 穆梨 忽然长剑一转 一剑插入了 穆昂的腰间 一声凄厉的惨叫 从穆昂口中传出 腾开趁着这个机会 一刀把穆昂 批翻在甲板上 穆昂浑身浴血 一脸痛苦地倒在甲板上 他瞪着一双眼睛 满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穆梨 四声叫道 穆梨 为什么 穆梨 你干什么 正在一旁战斗的穆昂云 在见到突发的一幕的时候 也是完全被震惊地带了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穆梨居然会对自己人下手 之前 楚剑秋说 穆梨是奸戏的时候 他是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穆梨虽然并非穆家的嫡系弟子 但在穆家校里 也有数百年时间了 穆梨的性子虽然乖利 但他对穆家的忠心 他是从来都没有怀疑过的 但却没想到 楚剑秋一语成衬 真的被他说中了 穆梨果然背叛了穆家 小子很不错 等会儿爷爷绝对不会亏待了你 腾开看着穆梨 哈哈大笑 说道 对于这一幕 腾开也很是意外 本来他还以为 今天的行动可能最终又带高吹 想不到 最终给穆家致命一击的人 并非是他们奸挖寨的人 而是穆家自己人 腾开在放倒穆昂之后 没有停留 深情一闪 和扫帚梅联手围攻 穆韩云 三两下就把穆韩云给生擒了 腾开的实力 本来就远胜穆韩云 即使是他单独一人 穆韩云根本都抗衡不了 更不用说他和扫帚梅联手了 在这种情况下 穆韩云连逃命都做不到 都给老子住手 投降不杀 再敢反抗的话 老子全都杀了 腾开在琴下穆韩云后 对还在战斗的穆家商队舞者 报候一声道 这些穆家商队的舞者 见到穆昂重伤倒地 穆韩云被升起 穆里倒戈 原本就已经斗之尽失 如今听到腾开这一声报候 那些舞者再也没有抵抗的意志 纷纷放开武器投降 穆韩云见到这一幕 一双美眸中露出了绝望无比的神色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事情居然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好 很好 横开见到那些穆家商队的舞者 全都放下武器投降 顿时咧开大嘴 呲牙一笑 他不杀这些舞者 倒并非是他心存仁慈 而是这些舞者 若是全都卖到黑市中的话 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要是全都杀掉的话 这反而是一种浪费了 他以前干这种杀人越货的勾当 也都是修为高的留下来 修为低的全部杀掉 因为修为高的舞者值钱 而修为低的舞者 即使卖到黑市中 也值不了几个钱 他都懒得押送 穆家商队中的舞者 几乎全都是半部大通玄境 以上的高手 这每一个 可都是一笔不小的零食 腾开哪里舍得轻易杀掉 干了这一票之后 清安城这一带 显然是待不下去了 他得多为自己准备一点家地 穆家商队的财物 再加上这上百名的半部大通玄境 以上的舞者 这已经足够他们兼八债 挥霍很长一段时间了 腾宅主 根据我和乌爷的约定 我帮你们得手之后 穆家商队的宝物归你们 但是穆家姐妹归我 穆黎此时向腾开拱手行了一礼 说道 他之所以背叛穆家 目的就是为了穆家姐妹 穆黎 你这个畜生 穆家带你不保 你居然做出这种情受不如的事情 穆涵云听到穆黎这话 心中悲愤无比 他看着穆黎破口大骂道 那乔姐 你这也怪不得我 自从我进入穆家的第一天 我就喜欢上你了 谁让你平时正眼都不看我一下的 穆黎 目光阴沉 面容有些扭曲地说道 你这白眼浪 诸狗不如的畜生 没有穆家的帮助 你能够走到今天 就只是因为我不搭理你 你就要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 你这畜生 当年我爹 就不应该收留你 穆涵云愤怒无比地大骂道 想不到 你小子居然还是一个情种 腾开见到这一幕 哈哈大笑地拍了拍穆黎的肩膀 说道 穆家姐妹倒是可以给你 多谢腾斋主 穆黎听到这话 心中顿时一息 连忙拱手向腾开道谢道 他多年的愿望 在今天总算要实现了 先别接着道谢 我话还没说完呢 腾开摆了摆手 说道 穆家姐妹可以给你 但是这头蛋汤 确实要让爷爷先尝 穆黎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不由一变 他急道 腾斋主 我和乌爷一开始的约定 可不是这样的 是要他妈的拿姓乌的 吓唬老子 老子能够把穆家姐妹给你 这已经是老子的仁慈了 再在这里叽叽歪歪 竟不信老子一刀毙了你 腾开盯着穆黎 目露凶光地说道 见到腾开 目露杀鸡 穆黎心中不由遗憾 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盗匪 若是惹恼了他 说不定他们真会翻脸 那样一来 倒是得不诚实了 虽然失去了头蛋汤 但是想到最终还是能够得到穆家姐妹 这倒也并非不能接受 还望腾爷最终能够信守诺言 把穆家姐妹给我 目露咬了咬牙 拱手说道 放心 等爷爷尝了头蛋汤 再让我手下的兄弟们都爽够了 我会把穆家姐妹给你的 你就先在一旁慢慢看着吧 哈哈哈哈 腾开说着 猖狂无比的大笑道 目露听到这话 脸色不由彻底的阴沉下来 他手掌捏着拳头 指甲深深的陷入了手掌中 腾开这做法 分明是故意对他的侮辱 如果只是让腾开 夺了穆家姐妹的真结的话 他心中还勉强能够接受 但让他在一旁 亲眼看着穆家姐妹 受到尖蛙寨数十名盗匪的轮番凌辱 这种事情 他是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 这一刻 穆离心中生起了无尽的后悔 和这些毫无底线的盗匪合作 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错误 多谢老大 给兄弟们这一个机会 这么一个决三美人 想不到老子也有能够品尝的一天 能够尝到这么一个决三美人 真是让爷爷立刻死了也值了 一群盗匪围绕着穆寒云 一双双如狼似虎的目光 不断在穆寒云身上打亮着 恨不得立刻就把穆寒云给包个精光 见到这一幕 穆寒云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想到那即将到来的那凄惨无比的一幕 他就惊惧的几乎要晕厥过去 杀了我 快杀了我 穆离 你要还是一个男人的话 就赶紧杀了我 穆寒云看着穆离疯狂的大吼道 他即使死了都绝对不承受那样的侮辱 穆离文言满脸阴沉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讲 使劲讲 你越讲 爷爷就越是兴奋 腾开看着穆寒云的目光中 满是银械和暴虐 释放着他心中那肆无忌惮的罪恶 穆离 去船舱中把穆寒云也找出来 爷爷要让他们姐妹俩一起爽 腾开转头 看着穆离 喝道 不 不要 不要动我妹妹 求你们了 穆寒云听到这话 心中大惊 他顿时连连出声哀求道 见到穆寒云这副哀求的样子 腾开心中 更是生起了一股扭曲版的快感 你刚才 不是很是一副真妇猎女的模样吗 怎么 现在倒是要开口求爷爷了 腾开放声大笑道 穆离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 腾开笑声一脸 砖头盯着穆离 凶狠无比的说道 乖乖听话 爷爷还能够给你点好处 敢违抗爷爷的命令 可就别管爷爷的刀子不认人了 穆离听到这话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但他沉默了半声 最终还是动身 前往船舱 去找穆寒云了 不 穆离 你这个畜生 穆寒云见到这一幕 绝望无比的大叫道 赶紧的 别给老子磨擦 腾开看着穆离离开的背影 喝道 穆寒云越是绝望的叫喊 他心中那种扭曲的兴奋 就越是剧烈 穆离在腾开的逼迫下 只能加快了脚步 朝着船舱中走去 只是穆离刚刚走入船舱不久 骤然间 一股恐怖无比的权益 骤然间在船舱中爆发了出来 轰隆 一声震天巨响 紧接着一道人影 犹如炮弹一般 从船舱中击射而出 跌落在腾开的面前 这道击射而出的人影 正是刚才进入船舱中的 木犁 而此时的木犁 胸前破开了一个大洞 无数的权益还残留在 他胸口的那个大洞之中 肃虐着 本来这一拳是完全足以要了木犁的性命的 但是出拳之人 却似乎故意留木犁一命 没有让他那么轻易的死去 木犁躺在地上 痛哭无比的哀号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船舱之中 难道还藏着一名高手 那些正在热血上头 嗷嗷直笑的道匪们 此时也是瞬间一片寂静 瞬间犹如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般 大哥 我怎么感觉 这一股权益 好像有点熟悉的样子 扫帚没脸色发白 声音颤抖地说道 腾开闻眼 脸色同样也是一阵发白 这一股熟悉的权益 他自然也忘不了 那天晚上 尖挖窄三十多名精锐 就是丧生在这一股权益之下的 难道真的这么巧 那小子就藏身在这云洲上 想到这里 腾开喉咙不由一阵发干 唉 你们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那天晚上 竟然都好不容易逃得了一命 今天却还要上杆子 赶着过来送死 既然你们都这么想找死的话 那今天 我就索性成全你们算了 一道平淡的声音 从船舱之中传了出来 紧接着 一名青山少年 和一名抱着一只大白猫的 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慢慢地从船舱中走出 见到那道青山身影 所有盗匪 瞬间都被吓得心胆剧烈 那天晚上 恐怖无比的泉意漫天 龙行虚影 横压天地的恐怖一幕 他们永远都忘记不了 爸 朋友 能否放我们一条生路 我们愿意把所有的宝物 全都放上 腾开喉咙发干 看着楚剑秋 结结巴巴地说道 穆罕云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完全惊呆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腾开这种穷凶极恶的 盗匪头子 居然向一名 区区天尊敬后期的蝼蚁 主动求饶 而且 看这群盗匪的反应 上到腾开 下到普通的一名盗匪 在见到楚剑秋出现的那一刻 全都犹如老鼠 见到猫一般 一个个都吓得全身发抖 莫非 楚剑秋之前所说的一切 全都是真的 他并没有吹牛 那天晚上 他真的是击退了 尖巴寨的盗匪 只是 这怎么可能 他只是一个 区区天尊敬后期的武者而已 怎么可能拥有 如此惊人的实力 穆罕云此时 脑子完全一片空白 他感觉 自己现在的脑子 都有点不够用了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是如此的魔幻 如此的不真实 他甚至都有点怀疑 自己现在 是不是在做梦 姐姐 穆罕云见到 自己姐姐被那些盗匪 擒住 一副衣衫不整 狼狈无比的样子 心中顿时一击 情不自禁地 朝着穆罕云那边 跑了过去 腾开 见到这一幕 心中一动 立即 手一伸 朝着穆罕云抓了过去 从刚才 楚剑秋和穆罕云 一起从船舱中 走出来时 那副亲密的样子 穆罕云对 楚剑秋来说 显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 只要把 穆罕云给抓住 就能够逼迫 楚剑秋就范 本来 如果穆罕云 一直待在 楚剑秋的身边 她是根本 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但这小丫头 既然主动送场门来 这简直是 天赐良己 只不过腾开 想得很美好 但现实却偏偏很残酷 当他的手掌 朝穆罕云 伸过去的时候 忽然 一道白光一闪 腾开立即感觉 手腕一腾 整只手掌 都瞬间 断裂了开来 杂嘴 在火焰面前 也敢伸手 你这是 多么不把火焰 放在眼里 一道很是不屑的声音 在腾开的耳边响起 紧接着 腾开就感受到了一股 恐怖无比的威压 从天而降 直接把她给 压趴在甲板上 这股威压 可怕到了极点 犹如一座 众弱万钧的大山 压在她的身上 让她丝毫动弹不得 腾开此时 心中惊骇欲绝 他本来以为 楚剑秋已经够可怕了 却没想到 他手下的那只大白猫 实力还更加可怕 腾开此时的心中 不由生起了一股 绝望无比的感觉 完了 这次彻底完了 对方实力之可怕 远远超出了 他的想象之外 在这种绝对碾压的 实力面前 他根本就没有 半点抵抗之力 草帚没见到这一幕 心中惊骇无比 他此时不敢再有 丝毫停留 身形一闪 朝着对面 自己那艘大船上 飞了过去 只是 当他的身形 刚刚落在 大船的船头上的时候 却忽然感觉 眼前一画 一道青山身影 已经挡在了他的面前 前辈 就不能放我们一马吗 扫帚梅看着 楚剑秋 绝望无比的说道 放你们一马 楚剑秋冷笑一声 说道 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杂碎 放你们一马 以后还不知道 有多少无辜的人 遭到你们的毒手呢 今天这些盗匪的所作所为 已经完全超出了 他心中的底线 无论如何 他今天都绝对不会 放走一人 这是你逼我的 扫帚梅文言 顿时怒吼一声 朝着楚剑秋 扑了过去 楚剑秋见状 冷哼了一声 运转战龙泉地九世 一拳朝扫帚梅 轰了过去 一场大战 顿时在大船上爆发开来 而在另一边 穆家商队的云州上 吞天虎出手 把穆罕云身上的禁制解除之后 穆罕云顿时瞬间 视如风虎 提着长剑 把云州上的盗匪 犹如砍瓜切菜一般 一个个全都击杀了 吞天虎帮他把实力最强的 那几个盗匪给料理了 剩下的那些 半步大通玄境的舞者 根本就不是穆罕云的对手 而且 由吞天虎帮忙切断了他们的退路 他们连逃都没办法逃 穆罕云一番厮杀之下 浑身浴血 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 染红了他的绣发 而他对这一切都不在意了 他一心所讲的 都只是把这罪该万死的盗匪 全部都给诛杀掉 今天要不是楚剑秋出手 他和妹妹的下场 简直不堪设想 等到把所有的盗匪斩杀干净之后 穆罕云心中的怒火 这才逐渐停息了下来 如今剑挖寨的一众盗匪 还活着的 也就只剩下被吞天虎 压趴在甲板上动弹不得的腾开 以及正在另一条大船上和 楚剑秋战斗的扫帚梅了 穆罕云看了那边大船上一眼 只见此时楚剑秋正在和那扫帚梅 杀得难分难解 一股股磅礴 无比的权益在河面上流淌着 激起一阵阵万丈波涛 穆罕云实在有点难以相信 一个区区天尊敬后期的舞者 实力怎么会恐怖到如此地步 论起真正的战力而言 楚剑秋比起他都还要强上不少 胡爷 您不去帮助公子的忙吗 穆罕云看着懒洋洋的 趴在自己妹妹怀中的那只大白猫 小心翼翼地说道 对于这只表面上 看起来呆萌可爱的大白猫 穆罕云此时哪里还敢有半点的轻视 从刚才这只大白猫一出手 就把腾开这样的高手轻易镇压了下来 就可知这只大白猫的实力 究竟是何等的可怕了 看着这只实力恐怖无比的大白猫 此时犹如一只宠物一般 趴在自己妹妹的怀中 穆罕云心中就不由一阵复杂难言 自己和妹妹能够逃过今天这样的意见 全都是因为妹妹当初的一念心善 邀请楚剑秋一路同行 即使在所有人都对楚剑秋轻视和不懈的时候 妹妹都依然对楚剑秋很是友善 多次出面维护楚剑秋 也正是因为妹妹的这些举动 今天救了他们所有人的一命 你这娘们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老大都没有开声 要是擅自出手打扰了老大的性质 这不是自己主动凑上前去找妈妈 吞天火抬了抬眼皮子 撇了穆罕云一眼 一副看白痴的样子 对于穆罕云 她可没有什么好感 这娘们眼光着实糟糕得很 老大这么一尊大神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居然都有眼不识金相遇 要不是看在她是穆罕云的姐姐的份上 吞天火都懒得理她 穆罕云听到吞天火这话 顿时不敢吱声 她又看了那边的战场一眼 心中不由暗暗疑惑 难道这头大白猫就一点都不担心 楚剑秋的安危 看样子 楚剑秋的实力也并不比那扫帚梅高多少啊 这种实力相近的武者之间的生死搏杀 可是非常凶险的 谁都不知道最终的后果会如何 若是一招不慎 即使是实力稍微强大的一方 都有可能会被实力弱的一方反杀 但瞧着大白猫 如此放心的样子 似乎楚剑秋面对那扫帚梅 是必胜的局面 这大白猫 会不会对楚剑秋 自信过头了 不过 穆罕云虽然心中疑惑 但却也不敢说出来 这大白猫明显对她很是不待见 万一自己一不小心惹恼了她 被她赏个一爪子 那自己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大白猫 你不要凶我姐姐好不好啊 穆罕云见到这一幕 有些小心翼翼地说道 在见识到这大白猫的恐怖实力之后 她也不敢再像之前那样 像对待一只宠物猫一样 对待吞天虎了 只是见到自己姐姐吃扁 她还是忍不住 央生求道 小宇姑娘 没有凶她 你不要误会 吞天虎文言 脸盲说道 对于穆罕云 她可以毫不在乎 但是对于穆罕云这小姑娘 她可不想得罪 这小姑娘明显很得老大的欢心 这小姑娘目前看起来 年龄好像还有点小 但养上几年之后 未必就不会成为老大的老婆之一 对于这些很有潜力的女子 吞天虎还是很有眼力劲的 一般都不会轻易得罪 穆罕云见到这一幕 不由有些古怪的 看了吞天虎一眼 从吞天虎对自己妹妹 说话的语气中 她明显听到了几分讨好的意味 而这明显是因为受到 楚剑秋对自己妹妹的态度的影响 所导致的 这只实力恐怖的大白猫 还真就是楚剑秋的灵虫 这青山少年究竟是什么来头 居然能够让一只实力如此恐怖的凶兽 心甘情愿地给他当灵虫 昂叔 你没事吧 在和吞天虎确认了楚剑秋 不需要帮忙之后 穆罕云这才去扶起了 躺在甲板上的穆昂 大小姐 我没事 穆昂有些艰难地开声道 不过他口中虽然如此说 但心中却是一阵苦涩 受了如此沉重的伤势 他这创伤估计很难痊愈了 即使表面上的伤痒好了 他也基本上半废了 也就是腾开 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杀他 而是存着把他卖到黑市的打算 否则他这条老命早就没了 穆罕云连忙取出疗伤丹药 给穆昂扶相 看着穆昂身上那沉重无比的伤势 穆罕云眼中满是歉意 他也知道 因穆昂身上如此沉重的伤势 以后可能很难痊愈了 昂叔 您受累了 穆罕云眼中会有有几分湿润 大小姐 你不必如此 我们这次能够活下来 就已经是万幸了 老朽无能 不能保护大小姐周全 本就该死 能够托楚公子的福 捡得一条性命 老朽已经很是心满意足了 穆昂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安慰穆罕云道 虽然听到穆昂如此安慰 穆罕云心中还是不有一阵难受 另一边大船上 扫帚梅和楚剑秋战斗了一阵后 见到自己根本无法奈何得了楚剑秋 由楚剑秋的阻拦 他根本就无法成功逃离 小子 这可是你逼我的 扫帚梅眼中闪过一抹狠意 轰然一声 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实力瞬间暴涨一倍 很显然 他只是在燃烧刺激潜力的秘术了 见到这一幕 楚剑秋不由游几分无奈 以战龙泉第九世的威力 他还真无法对付得了燃烧秘术的臊肿梅 楚剑秋也不想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施展青阳剑决第二重 毕竟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施展青阳剑决第二重的后遗症 着实有点大 楚剑秋手掌一张 手中出现了一道散发着强大气息的灵符 大增力符 楚剑秋把这道大增力符往自己身上一拍 灵符顿时化作一道光芒融入进身体中 在这道大增力符融入身体中后 楚剑秋身上的气息瞬间暴涨 嗯 楚剑秋再次一圈轰出 磅礴无比的拳翼 凝聚成一条林甲分明的龙形虚影 咆哮着朝扫帚梅撞了过去 这一拳的威力 比起之前暴涨了数倍不至 扫帚梅感受到一股沉重如山的恐怖拳翼 朝着自己压了过来 这一刻 扫帚梅只觉连气都喘不过来 不 扫帚梅心中惊骇无比 眼中露出了一抹绝望无比的神色 轰容 一声震天巨响 恐怖无比的一拳 轰在扫帚梅的身上 那沉重无比的拳翼 顿时把扫帚梅轰成了一团血沫 被河面上紧急的刚风一吹 瞬间飘散的无影无踪 楚剑秋伸手一招 把扫帚梅散落的宝物吸到了手中 他神念渗透进去 查看了一番扫帚梅的储物法宝 发现 这货和之前的刀疤脸一样 都是一个穷鬼 所有的宝物加起来 居然都还值不了一件八街极品法宝 楚剑秋随手把这些东西收入了混沌至尊塔中 目光落在了脚下的这艘大船上 这艘大船看起来都是一件不错的宝物 从品阶上来看 这艘大船至少都达到了八街上品的级别 关键是 这艘大船的体型足够大 用来打造这艘大船的材料显然不少 这货盗匪或许最值钱的就是这艘大船了 楚剑秋也没有客气 直接随手一挥 针缘裹挟之下 把这艘大船收进了混沌至尊塔中 做完这一切之后 楚剑秋这才身形一闪 回到了穆家商队的云州上 楚公子 此时穆涵云赢了上来 他看着楚剑秋有些局促地说道 原来楚公子的实力 这 这么厉害 说着这话的时候 他眼神闪烁 都有点不大敢看楚剑秋 我一直都跟你说了 这伙盗匪 我之前在那片树林中埋伏的时候 是被我打跑了的 只要看到我 这伙盗匪绝对会落荒而逃 你们偏偏不信 我有什么办法 楚剑秋看了他一眼 淡然说道 听到楚剑秋这话 穆涵云脸色会有一阵通红 翘脸上只觉一阵火辣辣的痛 他此时简直恨不得 地上有条缝直接钻进去 楚剑秋之前跟他说了很多次 他可以出手对付这伙盗匪 只是自己一直都认为他在吹牛 谁能够想到 一名区区天尊敬后妻的舞者 真的拥有如此可怕的实力 不单只是穆涵云 就连穆王在面对楚剑秋的时候 也同样感觉一阵无地自容 他和穆涵云一样 之前一直都认为这小子是在胡吹牛皮 还好几次以一个前辈的口吻教训他 让楚剑秋吹牛皮也要贴地气一点 却没成像 人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现在回想起之前的那一幕幕 穆昂也不由觉的老脸一阵火辣辣的疼 穆涵云和穆昂都是如此 至于像穆七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此时一个个都不敢抬头看楚剑秋 楚公子 之前的事情 对不起 穆涵云禽手低垂 对楚剑秋戚爱爱地道歉道 行了 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我还不至于去和你们计较这些事情 我要真和你们计较的话 今天也不会出手了 楚剑秋摆了白手 说道 你们还是赶紧审问一下这两个家伙吧 这家伙可活不了多久了 楚剑秋指了指 躺在甲板上的穆梨和腾开两人说道 穆梨挨了他战龙拳第九十一拳 虽然他刻意流利 暂时留了他一命 但以穆梨的伤势可活不了多久 这还有什么好审问呢 这些畜生 罪大恶极 一刀截过了他们 也就是了 穆涵云听到这话 顿时扫了甲板上的穆梨和腾开一眼 穆若喷火地说道 穆梨是这一切祸端的罪魁祸首 没有他的泄密和倒戈 他们穆家商队 就不至于差点陷入那种 万劫不复的境地 穆涵云对于穆梨 简直是恨之入骨 恨不得把他随时万段 拾其肉 倾其皮 他对穆梨的痛恨 甚至比起腾开的痛恨 都还要甚 穆云姑娘 麻烦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你以为解决了他们 此事就这样结束了吗 楚剑秋看着他 不由一脸无语地说道 穆涵云听到这话 顿时不由一愣 还有些疑惑地说道 他们就是此事的罪魁祸首 解决了他们 此事自然也就结束了 楚公子这话 是什么意思啊 韩云姑娘 难道你刚才没有听到 他们谈话吗 说到一个叫什么乌野的人吗 楚剑秋看着穆涵云 会有有些心累地说道 从他们之前的谈话来看 他们显然并非是直接联系的 而是通过一个叫什么乌野的人物 来间接联系的 说不定 这个所谓的乌野 才是此事的真正幕后知识 穆涵云听到这话 心中顿时不由一惊 他此时仔细回想起之前的那一幕 好像穆涵云一开始的时候 和腾开的确谈到过 一个叫什么乌野的人 还说他和乌野约定了 事成之后把自己姐妹两人交给他 想到这里 穆涵云顿时踢了一脚 躺在甲板上的穆涵 喝道 穆涵 赶紧如实招来 那什么乌野 究竟是谁 我如果如实招了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痛快 穆涵 惨然一笑 说道 他此时已经不奢望能够活着了 只求能够诉死 此时 他体内恐怖无比的权益肆虐 他连自行了断都做不到 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 乌荡显然骗了他 之前他和乌荡可是说好了的 事成之后把穆家姐妹交给他 但最终腾开这些尖挖寨的畜生 却是半点都没有遵守诺言的意思 而很显然 乌荡在一开始 就根本没有和尖挖寨的这些盗匪 说起过他的条件 姿势之中 乌荡都只是在利用他 既然如此 他又何必替乌荡掩护呢 他死了 乌荡也别想好过 好 我答应你 穆罕云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说道 虽然在他心中 很不想让穆里死得这么痛快 但为了获知此事的真相 还是决定答应他的要求 是乌荡 乌家家主乌荡 穆里听到穆罕云答应了他的要求 立即把事情和盘托出 其实我早就已经投靠了乌家家主乌荡了 而且乌荡不止在穆家买有眼线 在清安城十大家族的其他世家也同样买有眼线 什么 乌荡 听到穆里这话 穆罕云和穆罕云都不由大吃一惊 你说的都是真的 穆罕云喝道 千真万确 等无半句虚言 穆里惨笑说道 我如今即将生死 又何必再去欺骗你们呢 他说的话是真的 武当 主要想要的是你们穆家商队中的一颗丹药 这次他找上我们监罕寨 给出的条件就是 他给我们提供情报 但是我们得手之后 只需要把你们商队中的一颗丹药给他们 其他的宝物全都归我们监罕寨所有 此时 腾开也是忽然开口说道 这次他既然失手背擒 监罕寨所有的家底 在今天一招耗尽 他都要死了 自然不能让乌荡好过 今天他监罕寨所遭遇的一切 可以说是全败乌荡所赐 若非乌荡找上门来 让他们去干这趟子买卖 他们监罕寨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所以 此时腾开一肚子的怒火 全都算在了乌荡的头上 听到了腾开这话 穆罕寨和穆罕寨再无怀疑 看来 此时还当真是乌荡在背后指使的 也的确 清安城姓乌的人 也就是乌家的势力最大了 穆罕寨和穆罕寨对视了一眼 脸色都不由 一片凝重 乌家在清安城势力庞大 十分不好惹 同时 他们心中又是一阵愤怒 他们穆家和乌家无冤无仇 乌家居然下手对他们穆家商队 干出这种事情 这简直是 不死不休的死仇 穆罕寨又询问了一番 此事的具体细节 穆里也没有丝毫隐瞒 把自己所知的事情全都一五一十地全盘托出 等到穆罕把所有的事情交代完了之后 他看着穆罕云说道 大小姐 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还请大小姐遵受承诺 给我一个痛快 便宜你了 穆罕云冷哼了一声 随手一键批出 砍下了穆罕的脑袋 在处理了穆离之后 穆罕云又着手对付腾开 对于腾开 穆罕云可就没有那么便宜的送他上路了 这猪狗不如的畜生 居然想对自己姐妹 做出那等惨绝人怀的凌辱之事 今天 若非是楚剑秋出手 他简直不敢想象 自己姐妹俩的下场 对于这种罪大恶劫的畜生 他又怎么可能会让他死得那么痛快 穆罕云挥动手中长剑 在腾开身上一直剁了数千剑 把腾开给剁成一滩肉泥 等到把心中的气戳得差不多了 这才一剑砍下了腾开的脑袋 对于这一切 楚剑秋一直都是冷眼旁观 并没有插手 腾开这种罪恶滔天的盗匪 即使遭受再如何惨力的酷刑 都半点不为过 楚公子 今天楚公子对我们穆家的大恩大德 我们伪时不知如何报答 还请楚公子到我们穆家的府上 盘横几日 也好让我们穆家略进地主之意 略表寸心 穆罕云在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 向楚剑秋拱了拱手 说道 听到穆罕云这话 楚剑秋不由一阵沉溺 对于穆家之事 他只是适逢其会 所以随手帮他们解决一下麻烦而已 但深入去掺和此事 确实非楚剑秋所愿 通过今天此事看来 那清安城估计也是一趟不小的浑水 这要是搅和进去 估计也是一件大麻烦 正在楚剑秋沉吟间 穆罕云向穆罕云使了个眼色 要想让楚剑秋前往清安城穆家 看来还是在让自己的妹妹出面 穆罕云见到姐姐的事意 心中确实有几分不大情愿 他并不愿意勉强楚剑秋去干他不愿意干的事情 见到穆罕云没有动作 穆罕云又连连使了几个眼色 眼中露出几分哀求的神色 穆罕云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意转 牛自己姐姐不过 只能出声说道 大哥哥 不如你就到我们穆家住几天好不好 小语也不想和大哥哥这么快就分开呢 其实穆家姐妹的这番动作 哪里瞒得过楚剑秋的眼睛 但她还是不忍心服你了 这心地善良的小姑娘的一番好意 最后点了点头 答应道 好吧 那就在清安城停留几天吧 不过我还有要事要办 可不能在清安城停留太久 多谢你了 大哥哥 穆罕云仰着小脸望着楚剑秋 很是感激地道了一声谢 没事 楚剑秋微微一笑 伸手摸了摸穆罕云的小脑袋 说道 这小姑娘 在某一些方面和天羽那小丫头 还真是有点像 不过 这两人又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天羽那小丫头是真的天真 但也是真的傻 纯粹就是一个呆蒙可爱的傻丫头 但这小姑娘虽然也是心地善良 也同样天真无邪 但这小姑娘心思却是玲珑的多 脑瓜子也聪明的多 对待这些善良可爱的小丫头 楚剑秋就像对待自己的妹妹一样 尽量给予他们世间的温暖和善意 不想让他们受到半点伤害 在这冷酷无比的世界中 这一份善良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这些善良 这些善意 就像这世间最为美好的事物一般 点缀着这冷酷冰凉的世界 让这世界能够多出一份温暖 多出一份希望 所以 楚剑秋对于这些人间美好的事物 都是极为珍惜 极为呵护 这些人间的美好 是驱散着世间冰冷黑暗的那一抹阳光 最值得楚剑秋竭尽所能 都要去守护的东西 楚剑秋看了一眼伤势沉重的穆昂 最终取出了一颗九转负命丹 扔给了穆昂 说道 把这个丹要服下吧 可以治疗你身上的伤势 这一路上 穆昂虽然有好几次 以前辈的口吻劝他 吹牛也要贴地气一点 不要太夸张 免得被人一听 就知道是假的 但总的来说 穆昂在穆家商队的一众舞者之中 对他的态度也还算好的了 至少不像其他穆家舞者那样 刻意对他冷嘲热讽 这老头 勉强也还算得上一个好人 这 楚公子 无功不受禄 我们穆家 已经受了楚公子如此大恩了 如何还能够白要楚公子的丹药 穆昂接过了那颗九转负命丹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把那颗九转负命丹 还回给了楚剑秋 对于楚剑秋所说的话 他如今自然不会怀疑 既然 楚剑秋说这颗丹药 可以治疗他身上的伤势 那就必然可以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